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ABCD是一個提型 然後這個跟這個跟這個都互相提型 那AC跟PR交以Q點 他說如果AD是等於5分之3倍的VC 也就是說AD比上VC是3比5 那我令他這個叫3K 這個就是5K 這是3比5 那AP等於兩倍的PV AP等於兩倍的PV 所以這2比1 那我這個叫2T 這個就是T 那現在他問 第一小題 他說這個 這個AD的長是QR的幾倍 AD的長是QR幾倍 那這個是1比2 這是1比2 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三個互相提型 這個比這個會等這個比這個 這是2比1 這是2S好了 這是S 這是2比1 那所以呢 這個比這個就是3比1 這個比這個就是3比1 好 講錯了 講錯了 就是說 這個比這個是1比3 那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是1比3 那是3K的話 所以這個是K 也就是說 這個是這個3倍 所以AD 是什麼呢 是這個QR的3倍 好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這個比這個呢 就等於這個 比上這個 對應變成比例 好 再來我們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說PQ 啊 PQ如果是10的話 這個如果是10的話 那麼他問QR應該多少 這是2比上這個比3吧 也就是說10比上這個5K 等於多少呢 等於2比3啦 就是2T比上3T 2比3 好 所以我就知道 這5 5 2得10嘛 所以我就曉得 K等到 K等於3 2越掉了 K等於3了 K等於3 K等於3 那K等於3的話 這一段就是等於15啦 好 那這個是15的話 中間這一段就會等於多少 K等於15的話 K等於3已經算出來 那K等於3算出來 這個就是3啦 這是3啦 所以QR是等於3 等於K K等於3 所以這一題的話 這個 第二小題是3啦 第一小題也是3 第一小題是3倍 第二小題的話 QR是3 是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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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